一轮圆月挂天上 月光洒在美丽的冰河 熊妈妈满怀忧郁地对小熊说 环境遭到人类的破坏 地球越来越暖 冰州全都会融化 我们的家就要不见了 熊娃娃的梦 梦菱花年度大喜 熊娃娃的梦 将与如果儿童剧团 一起打造熊娃娃的梦想家园 敬请期待 我是赵子强 强哥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梦莲花文艺基金会合作 做熊娃娃的梦 熊娃娃是一个跟妈妈一起在海里面 一直游一直游 想要找到一个自己家的北极熊 气候的变化 然后整个海洋的污染 让小熊熊娃娃在海的另外一端 非常的痛苦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用爱来改变的 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互相有关系的 我们相信我们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 一点点 如果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改变世界 很多多 师父真如老实 慈悲为怀 鼓励我们去推动有机农业 种树 静塑 我们保护了很多的生命 也保护了环境 保护了地球 藉由推动 也长养了我们的慈悲心 这一株熊娃娃的梦 也有这样的内涯 我要领大家一起来观想 回忆我小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看戏 跟着妈妈到处去看也太细 其实老师说我长这么大 我还是很喜欢看戏 因为戏剧的教育效果非常非常特别 最重要就是说 两小时之后 就让你看到结果的出现 这种教育的成果 我觉得没有一种媒体可以逼得上 所以舞台剧 尤其这一出熊娃娃的梦 这个舞台剧 很适合父母亲 带着咱们家的小朋友一起来观赏 剧场见面哦 再见 好的续剧 当然要有好的音乐对吗 当然 这一出续剧呢 我们有九首战胜哎 哦九首 对啊 哇 跟忠老师有新战胜 哇 新战胜哎 真的 战胜呢 当然要有怎么样 好的制作团队 是 好的制作老师 对不对 所以这次呢 我们邀请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牌的制作人 嗯 那是谁 谁 向老师 哦 向老师 哈哈哈 过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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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不是我啦 耶 而是我们十大音乐呢 重金礼聘的金曲奖制作团队 哦 编曲团队 混音团队 以及最重要的演唱团队 嗯 所以这次的音乐呢 熊娃娃的梦的原著音乐呢 一定要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 拭目以待哦 这一次 我们特别和如果儿童剧团的赵自强 赵老师合作 要献出一出亲子剧 熊娃娃的梦 哎呀 这出戏 嗯 No.1 我们还有一张音乐人王牌 还没有献出来 这位王牌就是 就是 请看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子晨 要跟各位介绍一部 非常非常棒的儿童剧 就是熊娃娃的梦 这出剧呢 是由梦莲花戏剧团 以及如果儿童剧团 为大家共同制作的哦 如果儿童剧团呢 是一个非常棒的剧团 记得呢 我在前几年 我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好棒 自己去看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带朋友 一起来看这出剧 一起爱地球哟